11月6日是杨子的生日 这一天杨子收到了很多祝福 有蒋新 刘涛 李线 马天宇 王子文 张一山更是配文道 某人 27岁了 于事业来讲 你来到了一个女演员最成熟的状态 于生活来讲 你是我这个作为朋友哥们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你是一个生活中不会演戏 但是在镜头前永远真诚的人 看着你从小到大那么的乐观善良 到今天如此的成功 替你开心 要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开心 幸福下去 两人的结合总能给观众带来欢声笑语 这样的友情令人羡慕 无法发展成恋人是一种遗憾 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两人能有一段可言可甜的恋爱 但这既然是两个人的选择 我们作为局外人只能尊重 已经27岁的杨子如今混得风生水起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多年 有着同龄人更多的演戏经验 2004年因出演《家有儿女》正式迈入了娱乐圈 成为了童星 这一路走来 杨子有着难以描述的痛苦 当时宋丹丹老师更直言 杨子长得丑 杨子在这段过程中也经历过低迷期 青春期的他身材发福 无戏可拍 为了提升自己的演技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我知道我要在演艺圈工作 这就是我的事业 如果我想要做好 第一个对手就是我的身材 必须要去克服 其实你要是想做 一定能做到 只是给了自己很多借口 才会觉得做不到杨子这样说到 所以在学校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 沉下心来磨练自己 静待机会 拍戏越多 会让我变得越真实 棱角越不会被磨圆 我特别想要去表达我心里的东西 身处于纷纷扰扰的娱乐圈 杨子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思考 杨子之前和秦俊杰的恋情纷纷祝福 但娱乐圈的剧少离多 让两人分道扬镳 由恋人过渡到了朋友 最后也希望这个真实的爱豆 拥有自己的幸福